要回答的问题有那么三个 第一 为什么要做后期 第二 为什么要用Lideron来做后期 第三 也就是最大一个问题 怎么用Lideron做后期 好 这是这堂课的大纲 一共是十节课 每节课是两个小时 今天的话 大家看第一节课主要是来讲讲 为什么要用Lideron来做post Lideron的workflow 它的流程 以及大概介绍一下 Lideron的workspace 然后下一星期 开始讲它的module 第一个module是library 我们将花两天的时间 就两节课的时间 来coverlibrary这个module 非常重要的一个module 好 到了第四页课 开始 我们就要开始讲 Lideron里面最重要的一个module 叫develop 就中文叫编程吧 还是编图 到了第八节课呢 我看还是第八节课 对 第八节课 我们要讲一下 怎么用 现在越来越多的 这些third party plugin 就是不是Adobe的软件 当做Lideron的plugin 就是插件 来和Lideron一起来做后期 然后呢 到了第九节课 我们再讲Lideron的其他module 包括map book slidershow 和print 然后呢 第十节课呢 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presentation的一个课 到时候的话呢 每一个同学都要通过Photoshop 而不是Photobook 和slidershow 来展示一下 你是怎么通过这两个东西 把你自己照的照片 给大家展示一下 配上音乐 到时候看看吧 每个人是三分钟还是四分钟 这就是这个课程的大纲 谈到schedule 我们准时七点半开始 七点半到九点 差不多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是我来讲 然后呢 九点到九点半 是大家在一起做exercise 所以呢 这为什么我在那个群里面说 这堂课是一个hands on的一个课程 你必须有Lideron installed 因为我们要做很多练习 好 那咱们就开始第一课 我们为什么要做后期 很多人啊 特别是有很多的老司机啊 他说 从照相机出片 才体现你是真正的老司机 对吧 特别是构图 特别是构图 为什么要做后期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咱们用的数码相机 它有天生的缺陷 哪些缺陷呢 我总结了一共四点 第一点 数码相机在颜色还原这个地方有欠缺 我上星期呢 在那个另外一个讲座里面提到了哈 这个贝尔排列 现在的CMOS这个sensor传感器啊 用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贝尔那个排列 它英文叫贝尔filter 你要仔细看的话呢 它RGB这三原色 它用了两个green RGGB 大家看下面那个图啊 就知道它用这个绿的颜色啊 用了double 用红的和B 和那个B是blue啊 都是一个 所以呢 它这个数码相机的CMOS的sensor啊 天生对这个green呢 它还原有缺陷 当然了 我上节课也谈到了 现在随着这个堆战士 上节课我说错了一个字哈 不是堆战士 应该堆战士 这个CMOS 它有了新的技术 所以呢 有些最新的相机 它用的不是这个贝尔排列 而是 有了an advanced的贝尔排列 所以呢 那种相机 对green还原呢 就稍微好一些 好 这是第一点 颜色还原 它有劝切 还有一点 咱们每个人的眼睛啊 别看那么小 它能识别的颜色啊 不得了 咱们看看这个图啊 中间 这个蓝色的三角形 是 sRGB 它的那个color space 的选择 然后呢 再看看外面那个 稍微大一点的 黄色的 这个三角形 那是Adobe 在1998年 它发明的 Adobe RGB 这两个color space 相对于整个的color space 外面一个椭圆形 相比它是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cover的 而最外面那个呢 是我们人眼可以看到的 而里头用照相机 Either用sRGB 这个color space 或者是Adobe RGB 这个space 它cover的颜色呢 都是有限的 好 第二个缺陷 色彩 色温还原 大家都知道哈 那个同一个场景 你因为这个白平衡的设置不一样呢 它出现的 出来的效果呢 是不一样的哈 你看看这个下面有 一二三四一共七张图 拍的是同一座山 因为它的白平衡的设置不一样 所以它呈现的 最后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数码相机呢 对这个wide balance 就白平衡 咱们以后要讲的 多多少少有偏差 所以就为什么 我们需要在后期呢 你照完相以后 对这个白平衡进行处理 使它这个照片 完完全全的体现 你拍摄那个照片的时候的 这个色温 By the way 那个这个PowerPoint 我每一节个上完课以后呢 我都会都会在那个post袋群里头 大家都可以下载哈 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说这个 这个PowerPoint呢 是几年前 两年前那写的 所以呢 我现在在花很多时间在update 所以呢 大家只要看讲过的课 那个PowerPoint的slide是update 其他的就不用看了 我会每次讲完课以后呢 重新给大家发一次 大家只要看我们讲过的课的 那个slide就可以了 好 第三个缺陷 数字信号受损 大家也了解这个数码相机的过程 它是那个CMOS呢 通过光电二极管 capture the light 然后呢通过这个处理器 把它convert成这个电子信号 然后呢再 either通过JPEG 或者是RAW这个format给存起来 它的信号速损呢 随时都可以发生 所以呢 你必须要通过后期给它处理 不然的话呢 它照片就会非常soft 不够锐化 噪点也非常高 这是电子信号 第四个呢 就是噪点偏高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照片比较noisy 很多麻点点 就像你用很高的ISO拍照的话 特别是拍那个舞台照 你不得不用这些3200或6400这个ISO 这样的话呢 它噪点就偏高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相机厂商啊 都在竞争 哎 标榜 我这个dynamic range 有多高多高 索尼啊 尼康啊 佳能啊 都在标榜 我这个dynamic range 可以有12档 尤其尼康啊 标榜有14档 它实际上啊 它把这个 这个 这个CMOS啊 设计的稍微 对这个 偏高了 所以造成这个照片呢 它的noise呢 就偏高 这就是数码相机 现在数码相机的 它天生的缺陷 好 刚才谈过了 相机的缺陷 咱们下面再来看看 镜头的天生缺陷 镜头一个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呢 这就是它的 奇变 就变形 英文叫 Distortion 它因为镜头啊 它镜头的设计啊 和光学镜片的折射啊 它的原理呢 造成很多 不同的情况的 这种奇变 变形 咱们看看这下面三张图啊 最左边是正常的 中间那张呢 它也往里缩了 像个枕头一样 所以呢 我们给它取名的叫 枕形奇变 右边这张呢 一般是拍广角的时候 会出现的情况 像个桶一样 桶形奇变 它就有这种奇变 咱们看两个例子 这张呢 你看中间鼓起来了 是一个桶形奇变 英文叫Barrell Distortion 这是用广角拍的时候呢 很容易造成的一种情况 尤其是变焦镜头 相反咱们看看这一张 整形奇变 英文叫Pecution Distortion 这一般是使用长焦的时候呢 会发生这种情况 尤其是变焦 镜头的第二个缺陷呢 就是按角 这很容易理解 因为这个镜头是圆的 对吧 它肯定是光线在中间的话呢 会亮一点 然后四周的话呢 是暗一点 这个 这个缺陷呢 就叫暗角 英文叫Vignette 这个法语 话也说回来 有时候拍人像的话呢 还追求这种效果 像我有时候拍人像的话 假如说是一个人在中间的话呢 我还会用这个Lightroom 去把它调成这种味道 这种Effect效果 咱们以后会谈到 镜头的另外一个缺陷呢 叫色散 英文叫Chromatic Aberation 它的什么意思呢 大家这个有点复杂 大家只要看到下面这张图就可以了 左边这张图呢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树枝 跟外面的这个白颜色之间呢 因为它的反差太大 所以呢 它就会出现紫边 所以呢 有的中国 在国内的话 有人把它叫紫边 容易出现的 一个是紫边 还有一个是绿边 这种情况呢 就叫色散 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不同的颜色 这个光啊 它这个有不同的波长 它通过这个 那个透镜的折射呢 会出现这种情况 假如你这个镜头啊 比较便宜 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特别是在大光圈的时候 这就为什么也讲到 这个尼康啊 不是尼康啊 佳能啊 它出来这种L系列啊 它前面有一个红圈 大家都知道 那种镜头叫L系列 它为什么要贵呢 比一般的镜头 要贵出一倍来呢 它就因为它里面 这个镜头里头 用了这个UD晶片 这UD的话呢 它就会减少这个色散 所以它贵的是有道理的啊 这种情况的话呢 来这种也可以通过后期 给你处理 好 咱们讲到了 相机的四大天生缺陷 和镜头的三大缺陷 所以呢 回答刚才给大家提出问题 第一点 第一个答案就是 弥补数码相机和镜头的缺陷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后期的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也很简单 弥补拍摄时的缺陷 哎 我说哎呦 刚才我这个镜头 抢到了 但是呢 我的光圈太小了 所以呢 照出照片呢 有点黑 或者是在拍舞台照的时候 哎 这个动作我也拍到了 但是呢 我用了ISO非常高 这个 这样照片的非常的 噪点非常多 哎 没办法 没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后期 对这些拍摄时候呢 所出现的缺陷进行弥补 这就是我们要做后期的第二个原因 呃 亚当斯哈 就是美国有著名的这个摄影家啊 他说 他那时候是用的那个胶片机啊 他说呢 摄影是谱曲 暗房才是演奏 咱们可以把这句话给他演变一下啊 在咱们现在的数码时代呢 拍摄是谱曲 后期是演奏 呃 呃 刚才谈到了后期可以 弥补一些在拍摄时候呢 由于器材啊 呃 参数啊 光线啊 机位啊 色调啊 等等 不同 呃 各种不同的缺陷 所造成的这个遗憾 这个都可以通过后期来弥补 第三个 很简单 我要把我的照片 弄美一点 对吧 特别是像我拍人像的哈 我要是拍人像 不做后期的话 这个根本就没人要我的照片的 你像拍的那些小姑娘还行 对吧 十几岁二十几岁 她没有皱纹 你要拍三十 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甚至五十几岁 多多少少吃 肯定是有皱纹的 你要是这些照片 你不做处理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人来买你的照片的 啊 这个很简单 所以呢 呃 要适当的美化一下啊 到时候咱们也 呃 也讲一讲 怎么通过这个 呃 美化 照片 来把你的照片呢 呃 变更的美一些哈 尤其现在哈 这个各种滤镜呢 是越来越多啊 好 最后原因呢 就是实现第二次创作 尤其 有人喜欢搞艺术摄影哈 呃 比如说天空上没有 没有这个飞机啊 我加一个飞机啊 呃 我拍鸟的时候 哎 这个鸟好像只有 只有一只鸟 我给它加 加上两只鸟 实现这个 我的艺术创作 对吧 这个呢 你必须要通过后期 来实现 这个呢 是特别在艺术摄影 和商业摄影呢 呃 特别追求哈 他要追求这种艺术创意 但是呢 呃 拍 即时摄影 人文摄影 新闻摄影呢 是不能做的 哈 你参加比赛的话 他都会告诉你 呃 这个次比赛呢 能不能 用Photoshop 来 呃 进行这个Pixel的处理 Pixel的处理的话 就会就会去 诶 怎么有回音 就会那个什么 呃 把那个原原照片 给他损坏 呃 在新闻摄影和 机制摄影上 是不允许的 哈 好 刚才 回到了第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 要做后期 下面来 谈谈第二个问题 做后期 为什么要用lightroom 来做后期 呃 我想 先给大家看几张表哈 这个表大家都看过 这是纽约的一个摄影学校 他做了几个调查 第一次调查呢 是2009年 呃 做了一个调查 大家看那个 呃 蓝颜色 是lightroom 19% 在2009年的时候呢 大概被调查 被访问的 这个摄影师哈 有19% 在用lightroom 呃 最大的一块呢 是 那个黄色那一块哈 是photoshop 有36% 其他咱们就不用看了哈 好 两年以后 2011年 这个学校呢 又做了一次调查 哎 这次大家看的 区别出来了吧 lightroom 19% 变成了32% 而lightroom 那个photoshop呢 39% 变成了22% 也就是说用lightroom的人越来越多 用photoshop的人越来越少 好 两年以后 这个lightroom的 这个 这个派啊 更大了 42%的人在用 呃 lightroom 只有19%的人呢 呃 用photoshop 这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 随着lightroom的出现 运用lightroom 来编辑后期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 啊 呃 这个 摄影学校呢 在去年的时候 又做了一次 那个问卷调查 结果呢 发现还是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 在用lightroom 然后呢 百分之 不到20%的人呢 在用photoshop 但是这一次呢 还有很多 新的 这个newcomer showing up 这个呢 咱们待会要讲啊 呃 大家看看这个照片哈 呃 最左 左下角 那个 圆圈 那个 这个软件呢 叫onone 我看看这边 一二三四五 右边哈 第五个 叫onone 这个是呃 现在越来越popular的一个软件 呃 有时候的话呢 我自己 我自己也有这个软件哈 这样吧 我把我把这个软件打开给来看看 大家有一个概念哈 onone 这就是onone 这个软件的界面 它跟那个lightroom呢 是非常相似的 它的功能呢 呃 也跟lightroom非常接近 当然了 它不能完全的来代替这个lightroom啊 呃 这是一个软件 然后呢 再回到这张图哈 中间那个叫lumina4 它现在版本是第第四个 这个呢 也是非常越来越popular一个一个软件 呃 我给我也 我这个也有这个软件哈 我给大家看一看 它呢 也是跟那个 呃 lightroom非常相似 当然了 它的 也不是 也跟刚才的onone一样 不能 百分之百的来 replace这个lightroom 这就为什么我几个软件都在 都在同时用 当然了 呃 假如说 你跟我一样 非常讨厌 adobe的这种做法 就每个人要交钱哈 给他交交个十块钱 你可以考虑 就是说 呃 买这些软件 这个软件一次性交交 就付完了 你就不用每个月交交钱了 我看这个软件还没打开 这个 这样吧 等等到打开以后呢 我再给他看一看 看看什么样子 下面呢 咱们来看一看哈 这个 把photoshop 和 lightroom呢 相比较一下 看看他们各自的优缺点 呃 很多人哈 我觉得 尤其是很多这个初学者呢 他有个误区 他一谈 一听到 要做后期 哎 就去 买这个photoshop 去下载这个photoshop 其实啊 呃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的话 经历来看的话呢 对于初学者的话呢 做后期 没有必要去 呃 去学的photoshop 你做后期完全是 应该是从 lightroom来开始 等你lightroom掌握了 你需要去 呃 刚才讲的 进行艺术创作 呃 加一个鸟啊 加一个飞机啊 那个时候的话呢 你才有必要去学photoshop 为什么呢 咱们来看看哈 photoshop 它的优缺点 优点的话呢 它有这个层次的编辑 功能非常强大 layer 这个它有这个功能哈 这个layer 这个功能 在这个lightroom里面 是不存在的 呃 它有非常多的编辑 会图工具 在图像啊 图形啊 文字啊 视频啊 都有很多功能 它有action 有动作功能 呃 刚才讲了 它可以增加 或者减少物体 就是说对pixel进行 呃 修改 适合照片的 重新创作 这是photoshop的 这个优点 它的缺点 呃 比较贵 这是原来的 在他 adobe实行 实行这个 这个订阅服务的 之前的价钱啊 然后呢 它批量 处理能力不够 就是说它从事 不能去编辑 多张照片 而这个呢 在lightroom是可以达到的 好 它不能管理照片 哎 这个呢 是在lightroom里面 是可以的 呃 大家 这样 有个总 overworld picture lightroom 它有两个 最大的功能 一个呢 编辑照片 of course 再一个呢 它是叫管理照片 它有两大功能 而photoshop呢 它只有第一个功能 就是编辑照片 它没有这个编辑 呃 管理照片的功能 我太太有意见 说我事情太大了 哈哈 好 啊 我太高看了 好 我 我看不到一点 好 然后呢 呃 photoshop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什么呢 它的learning curve啊 太高了 太低 太陡了 不容易掌握 你学了学了 学半天 哎 好像学会了 结果 几几个月不用 全忘记了 然后又重新学 好 这是photoshop 咱们看看这个lightroom 啊 lightroom呢 呃 photoshop里面 大部分的照片 照片编辑功能呢 都有啊 然后呢 在 它还有一个 刚才讲的 管理功能 这是最重要的哈 一个编辑功能 再一个是管理照片的功能 然后呢 它可以直接处理 这个raw文件 这个raw咱们待会 可以再再会提到的哈 不用担心 然后呢 它会 它可以快速的批量 处理照片 然后lightroom 跟photoshop相比的话呢 它非常容易上手 非常的容易 而且呢 据说 它不需要 有很多步骤啊 不像那个photoshop一样 呃 同时它也非常便宜 呃 同样哈 在adobe 那个实行订阅 这个 这个制度 以前的话 是149 你就可以买断了哈 然后呢 它也很多 呃 preset 呃 叫预设哈 呃 我让大家下载的 三个文档 其中一个 就是预设哈 以后咱们要用的 然后最后一点 它可以加各种滤镜和插件 呃 它的缺点呢 当然了 跟那个photoshop相比 它没有比较 advanced的 这个图片管理 呃 这个编辑工具哈 不过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 它的功能 基本上都有了 然后呢 它没有这个layer 这个concept 然后呢 它不能从无到有 就是不能去 给你加一个鸟啊 呃 捡一个 捡一个 捡一个水杯之类的哈 它不会 不能 不能这样去 进行再创作 最后我要谈一点的 就是说 photoshop和lightroom 它的定位 是不一样的 photoshop呢 它的定位呢 是 是针对那些 平面设计 网页设计 美工设计 艺术创作 那些人 而lightroom呢 它的对象呢 是基本上就是 摄影爱好者 所以它的定位 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后我的建议 就是说 呃 尤其对初学者哈 我们应该是从 the lightroom开始学 等你呃 掌握了lightroom 以后 你觉得有必要了 你再去学photoshop 啊 这是我的建议 好 呃 现在的 这个 后期软件的市场啊 我用一个中文成语 来概括 就是 白隔 真流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自从 Adobe 它实行了 呃 每月订费 服务这种 这种marketing 的strategy 以后啊 它 呃 激怒了 相当一大部分人 很多摄影爱好者 都非常的 peaceed off 就是非常的 气愤 所以呢 很多 软件公司呢 趁着这机会呢 哎 就推出了他们 呃 自己公司的 这些软件 而且这些软件呢 越来越成熟 我刚才给大家看的 这个 on1哈 就是其中一个 on1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我已经打开了 我想给大家看一看的 这是 叫lumina 这是lumina lumina呢 也是跟这个 on1一样 有相似的结构啊 这个左边呢 右边呢 还有下面这个 叫film strip啊 跟那个lightroom的 那个界面 是非常类似的啊 呃 lumina呢 我看看怎么才能让大家看了这个 这个名字啊 在这 啊 lumina lumina去年呢 出了一个 出发布了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软件 它号称是人工智能 在后在那个 在那个后期软件里面 它也叫lumina ai lumina人工智能 它一些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个我也买了哈 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但是呢 lumina ai的话呢 它只是给你提供一些 filter preset 滤镜 它不能像那个lumina 4 或者是刚才咱们讲的 on1 它的管理编辑照 管理照片 它只是一个编辑照片 给你提供一些滤镜 啊 呃 这个lumina ai 它一个最有名的 就是 呃 一键换天空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我那个 一个视频啊 就说 你click一下 它完全可以把你的天空给变换了 这就是它的运用的 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 这个技术 来达到的 所以呢 也可以这么说 lumina ai的话 它是呃 现在的第一个 based on 人工智能的一个后期软件 我估计我 把这个lumina打开 它lumina ai又打不开了啊 我把它关上 然后呢 再试试啊 好 这就为什么我给大家说的 白隔蒸馏 现在在这个软件市场啊 是越来越多的 这个软件 呃 available 当然了 lightroom呢 是这个业界的一个standard啊 任何人 就是你要从功能上讲的话 是任何人不能百分之百的来代替 但是有人就就就就就问 我非得要买lightroom吗 我的answer是no 你可以考虑 我刚才提到的那几个软件 on1 lumina 4 还有一个假如说你非常喜欢 呃 这个photoshop的话呢 呃 市面上有一个软件叫 affinity 这个呢 呃 是非常接近这个photoshop的 这个这些软件都是 都是 一次性买断的 on1好像是 好像是90块钱吧 lumina好像是 也是90块钱左右 就不到100块钱 就是说你要是跟这个 lightroom相比的话呢 呃 你差不多不到半年的时间 差不多就可以 把这些软件买到了 好 lumina的AI呢 打开了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哈 他跟刚才那个lumina这个呃 4 有点不一样 呃 我看看哈 怎么 可以 look 这个界面不是我想要的界面哈 我看看 嗯 这样吧 呃 咱们以后假如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就是在第七堂课 呃 就是那堂课里面 呃 讲一讲这几个软件 大概的一些操作过程哈 咱们今天就不花时间了 我希望呢 给大家提些建议哈 就说希望大家给自己哈 呃 约法三章吧 既然大家要学这个后期哈 呃 肯定是下定的决心的 所以呢 我想给大家自定一个guide line 首先第一呢 呃 一定要用RAW格式来拍照 呃 再也不允许 再也不要用这个JPG去拍照哈 我大概会讲为什么这个两者的区别哈 第二呢 再也不要 给任何人 发送 没有做后期处理照片 任何照片 都要经过Lightroom去处理一下 然后呢 最后一点 希望你照片里的人 和风景 变得更美一些 啊 我希望大家呢 都能 呃 用这些guide line呢 来约束自己 好不好 好 Lightroom的工作流程 他Lightroom啊 他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呃 第一步呢 是Capture 就是你相机去去拍照 第二步呢 叫Import 把你的memory卡插到你的电脑上去 把照片呢 给呃 Import到Lightroom里面去 第三个呢 就是Library 那个module 我们要讲的 怎么去管理 这些照片 然后第四步呢 当然是最重要的 就来编辑这些照片 最后呢 等你编辑完了以后 你怎么把它output 所以Lightroom呢 它一共有这么五个这个流程 咱们下面呢 从第一个第一步开始讲 在你拍照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 咱们先讲讲 JPEG和RAW格式的区别 咱们再看看下面这个三原色 这张图啊 红色绿色 还有蓝色 是三原色对吧 咱们先来看看JPEG 这个格式 JPEG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压缩技术 大家等会我把门关一下 它接派给它是一种压缩技术啊 它这个技术呢 指support八个bit的color 就说红绿蓝这三原色 它每个原色呢 指support的八个bit 咱们这里面学理工科的人很多啊 八个bit的什么概念呢 你用二的八次方 得到了是256 所以呢 你有256个red 去multiply 256个green 再去multiply 再乘以这个256个blue 所以一相乘的话呢 你得到一个 16.8个million的color 你觉得这个JPEG的support color非常多啊 wait a minute 咱们看一看 raw 它能support多少color raw的话呢 它是能support的16bit 大家用同样的这个运算来算一下 2的16次方 等于65536 你把这三个65536乘一下 你得出的这个color 这个number啊 就huge 281个缺点 这是raw格式能support的color 一比较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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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JPEG 它support car呢 就显得非常少了 所以呢 JPEG呢 它很容易出现一种problem 一个状况 这个英文字呢 叫bending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一个颜色 过渡到另外一个颜色呢 你会看到中间 有一条很明显的一条线 这种情况 就说明它的color啊 不够多 大家在网上可以经常看的 这种照片啊 它一个color跟另外一个color 很明显一条有一条线啊 这就是JPEG的一个problem 好 咱们来看看JPEG和road的 这个两种格式的这个优缺点 JPEG 它是一个standard的一个format 一个标准的一个format 刚才讲过了 它是一个compressed 是压缩技术 它的size呢 非常小 然后呢 但是它的这个动态范围啊 dynamic range也比较低 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照完以后 它马上就可以去share 对吧 你可以post或者打印出来 好 咱们再来看看 raw格式的这个一些特征 raw呢 它不是一个image file 它需要一些特殊的软件 才能去读出来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你用佳能的手机 去拍raw格式 它出来的这个file呢 它extension 就是那个 后面那两个字啊 是不是JPEG 是CR CR呢 就表示是佳能的raw 你这个CR这个文件呢 一般你是看不出 读不出来的 但是最新的这个windows 是可以读出来的 你像早期的windows 是读不出来的 是不能打开的 它必须要通过一些 这个特殊的软件 才能打开 好 不同的 这个厂商啊 有不同的 有自己的不同的 这个raw格式 你像那个佳能的 刚才讲的 CR 对吧 尼康的 有尼康的这个raw 这个好像有谁 没有mute 有background 有background的music 好 下面有一点非常重要 不用红字标出来了 他呢 这个raw格式啊 是一个lawless 的一个format 这个字非常重要 就是说 他你用raw格式去拍照的话呢 他照相机这个 这个CMOS sensor 能把所有的information 都能记录下来 这什么意思呢 我刚才前面也提到了一点 假如说 你拍照的时候 光圈用的不够大 比较暗 没关系 我所有的information 都在这个raw格式里头 这就意味着 我可以通过后期 把光线给拉亮一些 好 同样的原因 颜色 我这个颜色好像有点不对 没关系 因为这个raw格式 是一个lossless的format 我可以通过后期 把他的innovation 给他重新adjust 这就是raw格式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优势 好 我看到很多人 就是喜欢穿这种 这个T恤 real man should raw I should raw I should raw 那有兴趣可以去那个 试试哈 好 下面呢 咱们把这个前奏都都都都都 那个演完了哈 咱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 把这个lightroom给打开 好 假如说你现在手里是这个classic的版本的话呢 就按着我刚才说的到这个file 然后呢 点击一下new catalog 这 catalog 实际上就是一个database 然后我再走一遍哈 它会出现这个界面 然后呢 让你打敲一个这个database的名字 咱们都统一用这个lightroom training 好不好 然后呢 click建立 这样的话呢 那么 你最左上角 这个lightroom这个界面上面 就应该是这个database的名字 OK好 那行 那咱们就继续讲哈 好 这个呢 就是 田老师 我能不能插一句 你说 我通常用lightroom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create那个catalog 我就是 用那个导入照片和那个 对 import那个 把事先的一个folder导进来 就可以做了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所有的界面上都有 对 这个import import那个 我知道 import video 对 这个我 我以后会讲到哈 我现在也讲一下 就说假如说你你不走这一步的话呢 你就是用它default的一个catalog 他就自己给你创立一个catalog 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 但是呢 假如说你照片呢 越来越多 这样的话呢 你database里面 一个database里面拥有的照片太多的话呢 就会slow down the performance 所以我一般建议呢 所以我一般建议呢 就是说一般过个两年 你就应该去create一个新的database 不然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lightroom是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好 另外呢 就是说你自己create一个database的话呢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你怎么去去去去那个什么 呃呃 manipulate 呃 甚至你可以每次照完项以后 你都create一个database 都都可以 但但是的话呢 这儿太多的database呢 不利于咱们以后要讲的这个管理 ok 下面呢 我大概的把这个界面呢 给大家讲一下哈 呃 这个菜单呢 大家都看到吗 file edit library photo metadata 这是菜单 然后呢 下面这一行呢 叫nameplate 这个呢 咱们要做个练习的 把这个你们看到呢 就是Lider Room对吧 我咱们下节课呢 要做个练习 怎么把你的名字加上去 这样的话呢 假如你跟顾客做Presentation的时候呢 就显得非常的Professional对吧 可以把你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或者是你的Studio的名字写上去 好咱们再往右看 右上角的话呢 我刚才已经讲过一次了 就是这个Lider Room里面的 Module的名字 包括Library,Develop,Map,Book,Slider Show,Print,Web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些下载了那个Classic的那些朋友 你的Module名字是跟着一样的吧 一样的 OK 太好了 好 这是Module名字 有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不同的Module 它有不同的功能 它有些功能 只有在你Click The Correct Module以后 才有才能Work 比如说吧 咱们待会要学的Import 导入 这个功能 只有在你Click Library那个时候呢 才有作用 假如说你不小心Click 这个Develop 这个Module的话呢 对不起 你这个Import 这个Function就不Work 所以这一地方 大家一定要记住 假如说你 这个Shortcut 我待会给大家介绍一些Shortcut 这个Shortcut 应该是Import Shortcut 为什么不Work呀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不是在Library下面 做Import 而是在Develop下面 做 OK 好 咱们再看看 回到这个Library 再看看左边 它Lightroom呢 一般分成几个Panel 它英文叫Panel 我们中文的话就是Area 左边Area 中间这是Workspace 然后呢 右边 这是一些 这个Function 然后呢 最下面 这一条块呢 它有个特殊的名字 叫FilmStrip 好 咱们再看看 左边这个Panel 现在是Library 下面 所以咱们看到的是 Navigator 从上到下 Catalog 这个三角呢 你可以点击一下 它就会Expand 就会扩大 或者是缩小 包括Navigator Catalog Folder 和Collection 还有一些 这个Media 这是Library下面的 大家仔细看一下 假如我点击 这个编辑 这个Module的话呢 它左边就会变了 点击一下 它就变成 Navigator Preset Snapshot History Collection 就是说 它左边和右边 它随着你 选择的不同的Module 它会有变化 好 咱们再看看 右边 右边的话呢 它主要是这个Keyword 还有Metadata 下面呢 Filmstrip 就是把你这个Folder里面 所有的照片呢 都Display出来 你用这个BAR呢 来拖 往右拖 往左拖 都可以 好 下面呢 我教大家几个Shortcut Shortcut的话呢 有些Shortcut是一定要记住的 有些Shortcut呢 你不一定要记住 但是呢 记住这些Shortcut呢 会缩短你的编辑时间 咱们现在 要介绍的Shortcut呢 是这个键盘的Tap 就是T 田老师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 我这个现在 就没有你这 就是这些照片 是因为我还没有Import吗 对没错 当然我们再Import了 现在不要Import OK 好 你现在看的是空白对吧 对 好 没关系 咱们待会马上去Import 我先把它界面讲完 好 咱们现在呢 第一个Shortcut呢 叫Tap 大家都看到你自己键盘的Tab吧 Tab 你按一下 会发生什么情况 左边和右边的Panel 都Dispear 你再按一下 它也回来了 是不是 对的 OK 好 这就是第一个Shortcut 它会 有时候你的照片 就是比较复杂 你需要把这个 左边右边的Panel 都给它Hide的起来 然后这样的话 你可能更能Concetrate 你中间的照片 你就可以用这个办法 好 我看看 咱们 下面咱们就 做下Import 好吧 大家都按照我的 Guide line 都把那个 三个Folder 都下载到你的Desktop上 是不是 我现在正在下那个Lightroom 那个Classic OK 其他人呢 都有这个 那个三个Folder 在你的Desktop上 对吧 咱们现在要做Import 就是说Import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它实际上就是 把你所造的照片 给导入到Lightroom里面去 这个导入呢 它有两层含义 第一含义呢 它是 Physically 把这个 照片呢 移动到 Lightroom里面去 好 有人就会问 假如说我的照片 已经在我的Computer上 我不想再疑 是怎么办呢 Lightroom 就允许你 你这么做 咱们 这个两种不同的 这个 这个导入 咱们看一看 第二个Shortcut 我让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呢 就是这个Import 这个Function的Shortcut 因为咱们要用这个Lightroom 非常 非常多的在Import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住 这个下面这个 非常重要的Shortcut 叫 中文叫什么 叫快捷键 Shift Ctrl 用左手按下去 同时 右手 按一下I Stand for Import 再讲一遍 左手 按一下Shift 和Ctrl 右手 按一下I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 这个Import的界面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Zoom 这个界面 看到没有 Yes 看到 OK 好 咱们看的最上 我没有看到 等一下 你没看到 Shift Ctrl I 我什么也没有 这样 咱们先不要 先不用Shortcut 先用这个Menu Bar 用办法 点击一下File 然后往下走 看到这个Import Photo and Video 这个选项没有 好 它右边显示的 就是这个Shortcut 所以你Either 从这个File Import 这里面去把这个 Import的界面打开 或者是 你要记住这个Shortcut Shift Ctrl I 就会出现这样的界面 张荣 你看到这个界面了吗 我要是Import Photo And Video 是不是 哦 那个可能Mac版本 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Shortcut Shortcut应该是一样的 也不太一样 也不太一样 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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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n Ctrl Megantown是不一样 哈 Megantown是不一样 它那个不Work 那个Command Command就是 Control 对 Command 你要 那个苹果的话 你要用Command 对对 要Shift Command I OK 这个地方 讲一下 就说 Got it 它这个苹果 iMac和这个Windows版本 它Shortcut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 甚至包括这个Menu option也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稍微的要注意一点 这个包括这个在苹果里面的一个File是在第二个Menu对吧 不是在第一个 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好 还有人 有没有没看到这个界面的 大家都看到了是吧 好 太棒了 好 咱们看看 中间我鼠标器组的 那个子的地方 有四个选项 你只要 Pain attention to Copy And Add 我刚才讲了 你Import的时候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你的照片是刚从 这个照片机的memory卡取出来 你的 你的 那个Computer里面 还没有的照片 这种情况呢 你就要用Copy 你点击Copy的时候 下面它已经给你解释了 Copy photo to a new location And add to catalog 对吧 这时候呢 你注意到 它右边 这个Panel 它的出现的Menu option是不一样的 好 咱们来仔细看看这个Panel 左边 是 你的Source 中边 是你将选择的 这个照片 咱们带我看 右边呢 是 我们叫Destination 很直观 左边Source 中间是你要选的照片 然后呢 右边 是Destination 好 大家都把 你下载的那个照片的Folder 在你Desktop上面 找出来 我看看我的在什么地方 你们可能就在 应该在Desktop下面 我呢 跟你们的一手不太一样 它点击这个Picture 这个Folder以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Folder里面的 所有的照片 给你Display出来 好 大家会问哈 田老师 你的照片怎么都是Grade out的呀 是因为 我现在这个Catalog里面 已经 有了这些照片 我已经做过Import 这Lightroom呢 非常的Smart 它能Detect到 这些照片 已经在这个Database里面了 没有的呢 它会亮 那个亮出来 然后呢 Default成选择 看这些照片是 没有在的 你们呢 假如说你没有做过Import的话呢 你们的所有照片 都应该是 没有Grade out 好 而且是 就说没有Grade out 而且都Check了 是吧 对 Default都是Check的 都是Check的 对 然后呢 假如说你 在有些情况 你不想去选择 所有的照片 你可以运用下面 这两个 选 那个Button 第一个 比如说是 Uncheck all 然后呢 它就会Uncheck 然后你Manually去 去选择哪个 哪个 这个照片啊 因为 已经存在你的Desktop上 对吧 已经在你电脑上了 所以呢 大家呢 应该选择Copy 还是应该选择Add呀 应该是Add的吧 对 因为你不想 physically再把照片移动 对吧 所以呢 应该选择Add 一选择Add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到 右边这个Destination 就非常简单了 它没有 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些 Folder啊 什么之类的 我再点击一下 让大家比较一下 我点击Copy的时候 右边的Destination 这个Panel呢 就有非常多的选项 对吧 这个呢 咱们下节课 在做另外一次 这个 那个 Import的时候呢 咱们再仔细地讲 今天的话呢 大家 咱们做一个简单的Import 大家都选用这个Add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这些照片 已经在你电脑上的 只是把它加入到 这个Lightroom里面的Database Without physically copy over 只是create一个link 就是说 这些照片呢 还是存在 Fizically存在 你的Desktop上面 并没有 把它整个照片 Fizically file copy到Lightroom里面去 它只是 有一个reference 在Lightroom里面 好 简单 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 我那个download的照片 是存在 那个External Drive 然后 那个是要用Add 还是用Copy 那现在我就 我就想问你 你现在是想把 那些照片 从External Drive 重新 弄到你的 这个电脑上吗 还是说 对 对 对 那假如说 你想Fizically移动的话 那么就应该 用Copy这个option Copy OK 谢谢 好 你没有把它 弄到你的Desktop上 是吧 没有 没有 存在 External Drive 行 那你就用 自己用一下 这个Copy吧 Copy的比较复杂 因为 我就准备 在下一堂课 再讲 OK 好 回到这个Add 这个Option 大家看到 右边这个选项 就非常简单 它实际上 只有这个Keyword Keyword的话 大家可以 敲入什么 Training Lightroom 或者是2021 一些Keyword Keyword这个Concept 在Lightroom里面 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 你假如说 你Import照片的时候 把这些Keyword 建立起来以后 你到了后面的 编辑照片 管理照片的时候 就非常有用 你可以通过 这些Keyword 能把 你上万张照片 从上万张照片里面 很迅速的 把你需要照片 很快的找到 就是通过这些Keyword 来找到的 OK 那今天的话 大家就 就Enter这三个Keyword Training Lightroom 2021 Make sure 你所有的照片 都选项 都选了 因为我 我已经 Import过了 我就不选了 好 最后呢 大家 田老师 打断一下 不好意思 现在就是说 你看 这不是Ad 完了以后呢 它说上面是 To My Catalog 对不对 就像你这个 To My Catalog 对吧 对 那这个Catalog 是不是就是刚才 我们Crate 那个Catalog 没错 就是 就是我的Top 我Top Label上面显示的是 LR Underscore Training 对 你看我的 看我的 看我的鼠标器 看我的鼠标器 那是你的Catalog 你的Databas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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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我的 这个Catalog 对 就是你的Database 你的数据库 OK 好 大家 完了以后呢 点击一下 Import 我先cancel 然后这样的话 你就会 看到这个bar 看到我键头 bar 它 Progress 然后呢 你所有的照片 一共有 每个人应该有54张照片 都会 Import到你的数据库里面 Enable 可能没有54号 是我多了几张照片 你们是几张照片 六四张 六四张 没错 没错 55张 是这样 我后来告诉大家 我加了几张照片 那我没有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样你下完课以后 你再重新下载一下 OK 然后呢 再重新import Again 就说 Lightroom非常smart 假如你重新再import的话呢 它会知道 你的照片已经import 它只会把那些新的照片 给highlight起来 你选择那些highlight照片 就可以了 但是make sure 你要用到同样的数据库 用同样的catalog 好 OK 那我就是open那个catalog 就可以了 完了再做 是这样 就是说你今天 下完课以后 你把它关上 你重新打的话呢 它会重新 把你previous的那个catalog 打开 OK 所以你不用管它 好 天嘉老师 我有个问题 请讲 那个我import的照片 它出现一个窗口 问我要不要enable address lookup 我不知道这个有多大的 这个必要性 有没有 你再说一遍 有哪样option address 它问我要不要 就是enable address lookup 就是把那个照片 在哪拍摄的识别出来 这个没关系 你不需要 意义不大是吧 意义不大 对 OK 好 谢谢 这个咱们要等了以后 讲那个map module的时候会讲到 OK 好 谢谢 好 还有其他问题吗 所以呢 大家 现在 都应该看到 这个跟我一样的界面 是吧 咱们make sure 你在 library module 点击一下 library module 好 刚才讲我们讲了 第一个shortcut 讲两个shortcut 有人告诉我 谁能回答一下吗 哪两个shortcut 第一个是什么来着 shift ctrl i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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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第二个呢 是shift ctrl i 对吧 OK 这两个 好 咱们再 再教几个新的shortcut 这个呢 非常的简单 大家看到你键盘上有 最上面有F6 F5 F6 F7 F8 看到没有 大家先按一下F5 看看出现什么情况 你可以看看我的屏幕 这是F5 他就会把最上层的那个 那个layer 给他hide起来 包括那个module名字 OK 这是F5 好 不一样啊 我这个MacBook上就不一样 VoiceOver Welcome to VoiceOver VoiceOver Description of Items 你Mac上不是这样的是吧 F5 啥也没反应 对有的computer说 可能你要按一下 shift 对 Shift F5 看一下 对 没有 command F5 没有 或者control 没有 MacBook跟PC 一定是不一样的 哪一个呢 这什么是干嘛的 我看看 我看看 我的PC上用的是 Function F5 对 是Function 对 是F5 就是最上面 Function 用T叫Function FN 哦 看到了 把那最上面 那个library 那些hide了 你要按一下 那个FN Function 谢谢啊 好 同样的道理 咱们试一下F6 大家看看 下面那个film strip 被hide起来了 对吧 然后呢 F7 是左边那个left 然后F8 是右边那个 这个呢 就是说给你 这个walking space 工作空间 给增大了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 Shift Tap 这个MacBook 上应该是 应该是 我看是Shift 还是 Shift Tap 它就会把所有的left right up and down 都给hide起来 这样的话 你的 你的那个工作空间 是最大的了 这些shortcut呢 大家能记住 当然好 但是呢 记不住也没关系 用的 我用的也不是很多 但是刚才提到的第二个shortcut 就是import的shortcut 是一定要记住的 还有一个shortcut 我希望大家能记住的呢 就是 L 就是light 那个第一个字母 L 大家点击 按一下 那个L 大家看到什么呢 就会发现 这个照片以外的 这个地方呢 都变成了 dim了 都变暗了 对吧 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 你把照片 编辑完了以后 你想看看 这个效果 这是非常有用的 特别是什么 你把这个 所有的 shift tap 我刚才讲的 全部 把所有的panel 都给它hide起来 然后 再按一下 这个light 这个key 这个照片 这个效果 一下子就 显示出来了 所以呢 大家 我希望大家能记住 两个shortcut 今天 一个就是 import shortcut Shift control i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L 另外一个tip 大家看看 看看右边吧 大家看到 右边这些 选项 有个三角 对不对 大家看一看 假如说 现在expand 打开的是这个 click develop 对吧 假如说我click 下面的一个keyword 就会发现 刚才那个打开的 就被关掉了 大家再看一遍 现在打开的是叫keyword keywording 但是假如说我要打开下面这个 大家就会看到上面那个呢 就自然的关掉了 你们那是不是这样的 可能不是 对吧 这就是lightroom 另外有一个 一个mode 叫solo mode solo 它就说 它允许你呢 左边或者右边 同时只开一个menu option 它的好处呢 就是说让那些你不需要的option呢 给及时的关掉 好 那怎么才能把这个solo mode 给它enable呢 很简单 大家仔细看一看 这个三角形 假如说你这个三角形呢 看我左边 是一个实心的三角形 这就说明这个mode呢 不是solo mode 好 再随着我的鼠标器 看看右边 这个三角形 它不是一个实心的三角形 对吧 是一点点 像个像个很多那个球一样 组成那个三角形 这就说明 右边这个panel呢 已经是这个solo mode 好 那怎么把 这个solo mode的enable呢 很简单 大家看看 在你鼠标器 点击这个三角的时候呢 你按一下这个alt 你的键盘的alt Mac的话 应该是 应该是什么 comment comment 或者option吧 好像是option option 你点击 先把option这个key Mac上 先按下去 再用这个鼠标器 再用这个鼠标器 点击这个三角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solo mode 在window上啊 是alt 先把这个alt键 按下去 然后呢 再点击这个三角 它是tackle的啊 假如说你已经 已经是这个 这个solo mode的话呢 它就会把这个 变回来 大家自己操作一下啊 我再讲一面 它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啊 就是说 假如你平面非常小 你可以 在某一时刻呢 只看到一个选项 它不会 把所有的选项都打开 现在用solo mode的好处 就是你把它打开以后啊 上面那个呢 它会自动的缩起来 这样的话给你 这更多的space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让你不 不是很多东西都在那儿 就是让你很concentrate的这一块 我再给你回过去啊 假如说我不是这个solo mode 我把这个quick pick 打开 quick develop打开了 对吧 我现在呢 再把这个keyword打开 你看到没有 我都找不到哪是哪 对吧 你知道 你再把这个keyword list打开 全部打开了 你不知道到哪去了 看了没有 它所有的这个menu都打开了 你就不能concentrate的 你想做了那个function 好 假如我用solo mode enable solo mode 它在任何时候 它只会开一个窗口 比如说我打开这个 它上面那个就会关上 天老师 关上了 好 你等会 刚才那个谁 明白了吗 solo mode的function 这个作用 明白了 哦好 刚才你在点的时候 好像没动啊 你这个界面 还是我这儿没有更新 左边 中间的界面不会动 只是你右边 或者左边会动 它的solo mode 只work 右边 我看右边 哦 我没看到右边 刚才谁想问问题 我就是想问一下 他们说的中英文转换 有没有地方可以换语言 有的 我就是待会要讲 我看是今天讲 还是说那个 还是下节课讲 我会讲的 待会我回答你 好 咱们继续走 现在是9点 9点20了 大家 先click library make sure你的library的module 是highlight的 然后呢 我要cover几个term 一个呢 就是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metadata 看到没有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metadata 对吧 它是describe你的照片的 一些information 比如说 你照片的 这样照片用的是什么快门 光圈是什么 ISO是什么 是在什么日子拍的 这些information 它有个turn 叫ASIF 大家可以用笔记一下 晚上可以看我的slide EXIF EXIF 每一个摄影爱好者 都应该知道这个turn 比如说你看别人的照片 非常好看 你想学 你可以 当然可以直接问他 你的光圈是多少 ISO多少 但是你可以用 更professional的 这个术语去问他 你的assive information 是什么 他就知道 你问的是光圈是什么 快门是什么 ISO是什么 有没有用闪光灯 这些information 都是在EXIF 这里头 这在lightroom在哪呢 大家看到我的鼠标器 叫metadata 然后到左边 那个选项里面去选择 这个EXIF 所有的 这个exif information 都出现了 好 这些资料是不会更改的 对不对 这些资料是呢 你拍 产生这个照片的时候 就有了 可是你如果说 在这个lightroom里面 修改过了以后 不会改变这边的 不会改变 因为你快门 是什么就什么 你不能 lightroom不能给你改 好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咱们从头开始看 它的file name是什么 pass dimension crop 说明这个是 是全副相机拍的 它没有crop 然后呢 什么时间拍的 好 下面是比较重要的 exposure 它的快门是什么 125分之1 f8.0 然后这镜头 是多长的焦距 85毫米 它有没有用 这个曝光 compensation 补光 没有 ISO是100 flash 有没有fire 没有 没有用闪光灯 好 exposure program 是manual 因为这是在我的stool里面拍的 我必须用manual 然后呢 以及metering mode 是用什么 那个测光 下面更有意思 用了什么相机 看到没有 佳能的 是什么相机呢 5DS 它的series number 是什么 好 用的镜头是什么镜头 85毫米 1.2 所有的information 都在这里头 我当时用的是5DS 它没有GPS 这个information 假如说你用的是5D Mark IV的话呢 它carry这个GPS 那么这样照片就会有这个GPS 的information 所有的这些information 都在SF里头 好 这是SF 另外一个term我要讲的呢 大家再回到这个metadata里面的另外一个叫IPTC 大家重新记一下IP 就IPTC 它stand for International Press Telecommunication Council 这里头有些什么information呢 这里头有copyright 假如说你是一个比较concern的copyright 这个摄影师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头 假如说你在相机里没有设着copyright的话 这里头是不会有的 但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在Litero里面去 把这个copyright给加上 这样的话呢 这张照片不管你送到哪去 它都会carry这个IPTC的information 有你的copyright 好 这是我要cover的两个 这个作为摄影爱好者 应该懂的两个术语 一个是SF 还有一个是IPTC 下面呢 我想跟大家一起做一个练习 大家看到我的鼠标器 左上角 是不是有我的这个identity 我们叫名片吧 英文叫identity plate 你们现在看到就是lightroom 对不对 我看到我的名字啊 我也看到我的名字了 那可能是你改过啊怎么 没有我没改过 可能就是你lightroom 你purchase的 可能它就是把名字都给你加上 OK好没关系 好咱们现在改一下啊 咱们现在假如说你没有 或者你想改一下 怎么改呢 甚至把这个color 前面变成红色 后面白色啊都可以 好咱们做完练习 很简单 咱们到这个window上呢 是叫edit 倒数第二个 叫identity plate setup 在mac的话呢 应该也是这个edit下面 大家都找一下 大家都找一下 这个界面就会出现 是什么 叫identity 这个界面 看到没有 identity play editor 没看到 好重新做一遍 到这个edit 我这个是倒数第二个 identity play setup 看到没有 等一下啊 我看 没有 没有啊 select 没有 你可能到fire下面 有没有找到 我知道mac mac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肯定是有这个选项的 在那个lightroom classic下面 对我们都是用那个 这个classic preference 不是 catalog setting identity 哦 identity plate setup 对对对 在左上角的 第一个 不在edit里头 在那个lightroom classic里头 OK 你们那个可能不太一样 OK 好 好 选了以后呢 就应该看到这样一个界面 好 这里的话你可以 比如说你可以弄得fancy一点 你的名字 写上studio 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部分的这个名字select 然后呢给它变成不同的颜色 比如我加了一个studio 然后把颜色 颜色是看了我的屏幕 这个fund 这个fund size 还有这个颜色 右边这一块不要去touch 右边是把这个module名字给它变化 咱们不用管它 我这个颜色在哪啊 颜色就是下面 这个字下面一个就是fund的 对吧 还有一个是什么regular 还有一个是大小最后一个就是颜色 哦 OK 啊 click OK 好 那么你的这个名片 lightroom的名片就会update 哟 我怎么 我那个我的名字没变色 就旁边的那个development 那些变色 我说了右边那个不要去touch它 你可能选错了 对 没关系 下的课以后 你们自己可以慢慢去 呃 再弄一下哈 好 这就是 大概的一个overview 这个lightroom 当然了 就是下面那个 咱们刚才讲的只是这个library 叫图 中文叫什么图图片酷啊是吧 呃 develop 它也是类似的哈 左边有些option 右边有些option 然后呢 map 呃就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的map是offline的 这个咱们以后再讲 还有book book的话呢 就是让你去怎么设计 design 这个photo book 哈 这个以后咱们会做这个练习 还有这个slideshow slideshow 咱们刚才讲过哈 哈 要最后每个人要自己 做一个 那个 用自己照的照片 做一个slideshow哈 最后要给大家 做printation哈 加上音乐 好 这是slideshow 然后呢 后面还有print print 大家 呃 用的 可能用得到的呢 就是 假如说你的 护照 不管是中国护照 还是美国护照 过期了 要去呃 重新办护照 你需要这个照片 对不对 护照上的照片 他的照片呢 是有非常详细的规定的 长多少 高呃 宽多少 然后呢 这个人像 这个鼻子 不是鼻子啊 下巴到额头 这个距离是多少 有非常 这个详细的规定的 这个呢 就可以通过lightroom的print 这个module 去给 呃 achieve 啊 然后web呢 就是一些social media 咱们这个就不讲啊 这个咱们就给它省掉 最后 我看看 今天我要给大家 教书的另外一个 我把它叫做 Life Saving Tip 为什么 因为我花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 才figure out 毫不夸张啊 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 才realize something wrong 大家都知道啊 大家的这个computer啊 都有中文输入 对不对 嘿 假如你在用lightroom的时候 不小心 这个中文输入是turn on的话呢 那么 你的一些shortcut就不会work 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大家看了我的鼠标 右下角 现在是英文 对吧 假如说不小心 我给它弄成中文了 对吧 咱们有打中文的那个习惯 假如说你这个mode是中文的话呢 那么 你 敲任何的 呃 不是任何的哈 有一些很多的这个shortcut 就不会work 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的 就是说哎 怎么不 怎么不工作啊 怎么不工作啊 是我弄错了 怎么之类的 非常的frustrated 花了我整整六个月的时间 才realize 当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哎 首先你要想到的话 我是不是把中文的输入 给turn on了 给 把它变成英文 这样的话呢 你的一些shortcut 就会work 今天免费教给大家这个tip哈 花了我 花了六个时间 六月的时间才 让我figure out出来 好 咱们今天要cover的内容呢 就是这样 下面呢 咱们再回顾一下哈 咱们今天讲的 这个内容 我每堂课呢 都安排了一些这个练习题哈 他的purpose就是来review 大家来抢答吧 好吧 咱们从第一 第一题开始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把这个 这个声音给unmute起来 所有的人都把声音unmute 好 第一道题 数码相机的四大天生缺陷是什么 谁来抢答 Claudia 他有 绿色的还原有缺陷 颜色还原 然后 color space 有缺陷 对 色温还原就是white balance 也有缺陷 对 色温还原有缺陷 对 我就能想起这几个 没有镜头的 没有现在没有谈了镜头 现在没谈镜头 现在只是谈相机 好 再随随再补充一下 张荣 记得了 记得你说什么distortion 什么东西 那是镜头 咱们还没到 镜头 还有两个缺陷 converted to JPEG 那个会会有损失 还有noise 那个 对 就是电子信号 数码相机的信号 会受损 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 Noise 对 因为他厂商为了竞争嘛 说我的标榜 我的那个动态范围广嘛 他就会造成这个非常noisy 好 我看看 刚才那个谁是张荣 谈到了镜头 那行 镜头的三个缺陷是什么 看其中有一个不是那个distortion Distortion 没错 好 还有一个有黑脚 暗脚 对 黑脚 还有那个色偏 有那个紫边 那个 对了 chromatic chromatic Aberation Aberation 好 yeah 好 咱们来看第二题 JPEG 和RAW 分别能支持多少color 大概一个数据 JPEG是多少 25 多少个million 256乘256乘256 256 对 18个million 对 那个raw 是2的这个 281个缺点 好 对 好 第三个问题 RAW和JPEG格式 对后期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应该是last last 对 张荣 哎呦 学的不错 记住了哈 我在那个 这个slider里面用红字表示的哈 大家一定要记住 lossless 这就为什么假如你准备做后期的话呢 呃 就一定要用RAW格式 这样的话 呃 大部分这些information都能还原哈 呃 呃 假如是你用了JPEG格式的话呢 那就对不起 你就很多东西就不能还原了 咱们到时候 会会做那些练习的哈 包括这个白平衡都不能还原了 假如你用了JPEG格式 好 第四题 呃 呃 请列举Lightroom之外的三个什么后期软件 比较popular 了 现在我刚才提到了几个 Lumina 4 Lumina 4 Lumina 4 On 1 On 1 Affinity Affinity 好 贵 大家假如说 你跟我一样 比较痛恨这个Adobe的Lightroom的话呢 呃 你可以考虑 呃 这些软件哈 花不到一百块钱 就可以把它整个版本买下来 不需要去再 这个付钱 好 第五道题 哦 这个我没有讲哈 没关系 我下 咱们下几个再讲 今天没有时间了 第六题 在什么地方 Lightroom 可以找到光圈快门ISO参数 MetaData 叫什么 MetaData MetaData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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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Yeah 一定要记住哈 大家自称为那个摄影爱好者 对这个术语一定要懂哈 你的SF是Information什么样的 我想起来包括那些你要参赛的话呢 他的表格上都会有这一 有这一 有这套那个 有这个问 你的SF是什么样的 你就知道 哦 他问的是快门光圈 好 第二部分 什么地方输入copyright IPTC IPTC 好 IPTC 好 第七题 怎么Enable 和Disable Solo Mode 大家都知道了吧 哦 套层加上 那个 对 好的 好 第九题 咱们刚刚做过哈 Create your own identity plate 好 第十题 就是一些shortcut 怎么height 呃 左边的panel啊 F7 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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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7 F6 F6是下面那个film strip F7 对 F7是左边的 F8是右边的 对吧 第二部分 怎么high的 怎么show和high的 所有的panel 有shortcut shift加上tap yes shift加上tap 好 然后呢 fullpanel 好 最后一个shortcut 怎么dim这个light 假如你编辑完了以后 L 我刚才没有提到 L的话你可以按两下 第一下呢 周围都会有那个灰颜色 对吧 然后你再按一下的话呢 周围都变得黑色了 然后你再按第三下的话 它也回来了 它是个taco 好不错 看来大家都掌握了 好 我布置一下 作业 今天呢 咱们讲到了 import里头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说 不physically移动这个照片 然后做import 对吧 下节课呢 我们要讲到比较复杂的 一个import 就是 simulate 你刚照完相 把那个memory卡 插到你的电脑上去 所以呢 我给他布置的第一个任务呢 就是 让大家准备一个SD卡 OK SD卡呢 把你的 在 考在 desktop 上面的 这个picture folder 考到 这个SD卡上去 咱们下节课用 清楚了吧 就把你这个 给我们发的照片 考到SD卡上 没错 咱们下节课呢 就要准备 import 就好像 你刚拍完照片 然后呢 准备把这个memory卡 这个照片 import到 the lightroom里面去 大家 每个人都要做这个练习 就是准备好 你的SD卡 咱们下节课呢 具体讲 怎么去import 好 第二个课下练习呢 原来我上 原来在我们家上课的时候呢 我都会给大家 那个演示 怎么运用 lightroom里面 有一个比较好的feature 叫Tether T-E-T-H-E-R 大家在电视里面 看到很多摄影师 他拍照的时候啊 他那个照相机会连 连着一根长长的线 这个线呢 either接到 一个laptop 或者接到电视上去 他就是运用了 这个Tether 这个feature 下节课呢 我会讲到 这个Tether feature 因为 大家在zoom上上课啊 所以呢 不太好演示 怎么去 用这个feature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呢 下课以后呢 可以尝试一下 能不能用上这个feature 这个feature在什么地方呢 在window版本呢 是在 在file下面 叫Cethered Capture 这个方式 嗯 iMac的话 估计也是 类似的 在file下面 也在file下面 对的 对 OK好 Cethered Capture 大家下了课以后呢 可以自己试一试哈 你需要的 需要的那个器材呢 就是你的相机 最好呢 把相机架到三脚架上 然后呢 呃 你买相机的时候呢 可能有些相机 会自动给你带一个 那个cable 这个cable可能是HDMI cable 假如说你不记得的话 你回去再找到你的 那个 这个 那个box 看看里面是不是 带了一个cable 呃 我 我的是 呃 佳能的5D4 是有这个cable的 呃 假如说你的相机 可能是稍微低档的哈 可能就不具备这个 这个 可能你相机不support的这个cable 没关系 那你就可以用 用这个作为借口 你就不做这个练习 好不好 只有那些手里 呃 有稍微高档一点的相机的 这个同学们呢 你做了一个练习 好不好 咱们下节课呢 会讲到这个feature 老师能看一眼 怎么插那个线吗 我没有用过这个 这个功能 好可以 在你们家练习的时候 有用过 但是自己没有用过 想看一下 你们插这个线 稍微等一下 插这个线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相机吧 看得见吗 不知道 看得见 看得见 ok好 呃 我这个相机是5Ds 你打开这个 这个塑料盖子 你就会看到 这有几个插孔 对吧 你需要的是这样一个cable 你买相机的时候 带的cable不会那么长 这是我自己后来买的一个比较长点的cable 这个cable呢 一头呢 是这个 这应该是 我再不是不是HTMI 这是叫什么cable 叫 它是分成两段 中间中间压了一下 看得见没有 它正好是插到下面 这个地方 这一头是接着这个相机 然后呢 这个cable的另外一端呢 是一个USB 这个USB呢 接哪去呢 接到这个laptop 随便用哪个 然后呢 这个laptop上面呢 有这个lightroom 然后你就把这个lightroom 打开 然后呢 到刚才我给大家讲的 你设好以后 那么 你把相机架到三角架上 然后呢 拍一些照片 你拍完以后 它这个 这个照相机啊 就会自动的 把这个照的照片 通过这个cable 传到 这个laptop上去 这种情况 特别适合哪种 那个呢 比如说你帮 你的 一些朋友啊 或者customer拍照的时候 他要马上知道 刚才拍的怎么样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办法 来达到这个目的 这是5DS 看看这个5D4 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cable呢 我待会查一下 看这个 这个名字叫什么 插进去 它就自动的 自动的input到 那个catalog吗 什么意思 就是你照完以后 它自动的input 然后你现在的catalog吗 它不是 它是你打开Line Room 是用哪个catalog 它就会input到那个 那个数据库去 对 OK 对 就是你选择的时候 你不需要选择哪个 你已经把那个Line Room 打开了 对不对 它就用那个 你已经打开的 那个数据库 好像那个port叫Micro B Micro B B ABCC B 是吧 OK 行 那就说 假如说你有这个设备的话 大家可以做练习 没有这个设备就算了 好吧 好 那就是 这就是我要今天要讲的 内容很多 大家最好回去要复习一下 我今晚上就会把这个 这个PowerPoint的slide呢 放到Google Drive上去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 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 我想问一下 我的那个 照相机造出来是CR3的RAW format 但是我的那个 Line Room does not support that so 根据我是用 我每次用的时候呢 我是用CRG 然后convert to DNG file 然后再做 这是对的方法 还是不对的方法 还是 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好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就说你的Line Room呢 不够新 对 你的相机比较新 对吧 你相机是什么新 是什么 是EOS EOS Cannon EOS OK 最新的 OK 那你 Line Room是用了哪个版本 Version 6 就是Standalone 对吧 对 OK OK 那肯定的 那个Version 6 是多少年 四五年前的 那个产品 对 那我就只有用 我订阅 我订阅一个 那个 Freedom software 可能也是 从Adobe的 是convert DNG 然后再 再import进去 这样子会不会 loss一些 information 不会 你只要把它 给它convert成 properly convert成 那个 那个format的话 就不会loss 它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raw的format OK 那我知道了 我听说 那个 Cannon也有 自己的 这种convert 我这个 Cannon你自己也有 那我去找一找 对 你可以找一下